这是今年1月初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状况 当时附近的社会福利院已经出现不寻常 根据财新网调查 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 竟然有19人密集死亡 按照这份报告 6人死于肺部感染 还有心肌梗死 1人确诊新冠肺炎 以及2人猝死 媒体怀疑死因恐怕不单纯 是否有人早已感染 或是没有及时得到救治 您是给家里边人怎么说的 我说外面很好 你不要操心 而目前因封城滞留武汉外地人 有的居无定所 24号中午11点半出现一线曙光 当有限度开放车辆和人员进出 还强调滞留当地的外地人 只要身体健康没有症状 就可以分批出城 但没想到不到下午3点半 政策紧急大转弯 宣布通告无效 外传是武汉一名副市长签发 没有经过主要官员同意 遭人批评 招令戏改 乱了套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也在微博表达不满 交通组胆子这么大 防控指挥部内部管理 要大大加强 最新的方向医院 武汉行事依旧严峻 能否控制住 让确诊人数不要激增 已经成为疫情保卫战的重要指标 但从福利院的密集死亡 再到武汉解禁又封城 指挥层混乱 可能让武汉民众也难以接受 东西问大陆中心 正好不打